采访报道 不过农舍风波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蔡英文的高人气 今天是她的全国竞选总部成立的日子 还出现了一段幸福的小插曲 主要是有一对新婚夫妻 他们就选择在竞选总部 一路有你真好前面的胖卡车旁边拍婚纱照 他们说他们完全不担心 被人家说染上什么颜色 或有政治问题等等 他们说一路有你真好 不只是展现出小英的柔性文宣主题 也是这对新人 要给对方给彼此的一个重要承诺 白纱夹爽西装 侧皮的轻轻跳跃 这对年轻夫妻的婚纱照背景很冰淚 看清楚一点 这不就是蔡英文台一线照式的口号吗 他们说这个可以拿当题材拍一下 这是零食 对对零食的 那你们本来是蔡英文的本 中间 那他们不担心就是有一些正当的色彩 应该还好 我们工作应该还好吧 不害不害 可以利用的还不只有这块行动看板 这对新人脑子动得可快 场在蔡英文造势活动开始前 走在红色椅子隔出的走道上 还真有点像走在教堂 准备上前说我愿意 我们的重新执政一定让大家对未来有信心 感结婚感生小孩子也可以照顾爸爸妈妈 也让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嬤可以放心 不只新人想沾点小鹰的好运 蔡英文11号台一线造势活动也替走过一甲子的银色夫妻见证幸福 蔡英文虽然小姑独处 但小鹰的魅力让赏婚的幸福一辈子的都来找她让感情保温 三日新闻张正昌苏一珍台北赛访报道 而这两天黄道吉日的确有很多的新